今年这个蓝莓 长花开得非常不错 这个是去年的小苗 很小的一个苗 之前差一点被我压死了 因为 因为我买的 我没有买去买土 然后我用的是堆肥土 加原土 然后我加了硫黄粉 硫黄粉花旧了 需要几个月时间吧 所以就差点压死了 然后呢 后来活过来了 然后这个蓝莓的绍粉 像这个花多了 直接摇一摇树 摇一摇拍一拍 摇一摇拍一拍 它就提高 受粉成功率 拍一拍它 摇一摇 这个能借不少 之前差一点养死了 因为土不够酸 所以我加的这个是 柠檬酸 柠檬酸那个兑水灸 我丢的都是鱼水 这柠檬酸很酸的 这个是釀角的 然后 一 一克柠檬酸得兑 两升水 然后它那个pH值会在4点多 这 几颗蓝莓这个一半多 能用 好几年 然后呢 一个月我会撒一次这个牛酸亚铁 撒一次牛酸亚铁 然后呢 你如果要补肥的话 不用用钙肥 像那个撒点鸡粪什么的 撒点鸡粪 然后肥料呢 它就又用那个酸性肥 这样蓝莓种出来的都会可以的 像咬的人说那个小树种小盆 那是室内的 像这味面的大盆一点它长得更快 像这个大的盆 我两三年换一次盆就可以了 加一点 取一半土出来 然后加一半的堆肥进去 就可以了 拿买一种的好 主要还是土的酸性又够 这个柠檬酸还是不错的 醋 有的人说就醋 醋其实个人感觉没什么用 我查过了 我查过那个pH值 5.0 你5.0你再稀释的话根本就 没有任何作用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些 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大家 喜欢老河的视频 请点赞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